最近有沒有發現多了人在街上曬塵皮呢 那個中醫師就說 很多人曬的是青皮而不是曬塵皮 原來青皮和塵皮的功效都很不同 曬錯了分分鐘養生變傷身 想知道怎樣買美麗塵皮 馬上聽專家怎樣說吧 20年前的果農曬金這個行業的人 就不太注重把紅皮、異紅皮和青皮分開 一年收回來的皮就會混合在一起 如果想吃起來的時候 不太苦用意入口一點 紅皮入棧是最好的 帶甜身和香味都很出色 在我左邊這塊就是二紅皮 如果七成青、三成紅的 就是十一月左右的金就是這個效果 這塊紅皮皮身就是紅啡色的 青皮乾了之後 它的皮帶點墨綠色的 最大的問題是煮出來也好 煮出來的糖水也好 它也是很苦的 超過三年才可以叫陳皮 這塊就是一年的金 皮很紅 這塊是真正正在12月冬至早一星期前剪出來的金 大紅金的特色是 它的果是五兩重的 如果大紅金的油膝更加飽滿 油膝裡面的一個個的洞 就很大、很飽滿 正式的辛迴金 釘下面的骨落一條一條 它是很平均、很幼細的 就不像我們吃一些物金的 筋浪和一些浪是很粗、很厚的 所謂的油膝粗成怎樣 我們一照就知道了 製作陳皮呢 我們應該用這個果皮 已經換了橙色或者橙黃色的成熟的 辛迴金去製造的 辛迴金呢 通常是在香港11月尾、12月頭那時候才上熟的 我們也是在那時候才採摘它下來 才來製作呢 就應該是最好的了 青色呢 是未成熟的金皮來製造的 叫做青皮 但是曬耐了的青皮 它只是老青皮 它始終不是沉皮 功效都是不同的 青皮是用藥的時候是經常用的 它有梳干利器的作用 配滿得不好的話 都會容易破棄的 所以我們就會當它是藥的用 而不是當它是食物的用 陳皮就性質比較平和的 都有行氣健脾的作用 青皮的性質呢 就是比陳皮強一點點 用錯了的話 也都較容易傷身 記者在市面買了兩款陳皮 給寶哥鑑定 到底這些是否漂亮陳皮呢 這個肯定不是新匯皮 這個也未必是新匯皮 但是這個天然山沙的 聞下去它是有一種 是糾激陳皮的味道 浸過來和蒸過來的 想它那個顏色深一點 我們把它放進水裡 把它弄濕 然後把它拿回來 在蒸櫃或鑊裡 蒸它半小時 每年做三次的動作 那塊皮的顏色就很深色的了 但是我沒有好處 因為蒸走的營養 這些是蟲柱的孔 特色就是向皮層那邊吃進去 如果再給它吃 整塊皮都穿了 變成粉 沒有了 這塊我肯定不是新匯金的特徵 因為它皮的油膝是很不明顯 很凌亂的 這個皮有點發霉的情況 墨綠色灰灰白白的情況 就是發霉的了 那些浪是很厚的 但是它沒有蒸製過來 如果新匯金的紋理 油膝是很明顯的 一粒粒一粒粒的 這隻不知產地的皮 它是完全看不到油膝 因為它的浪是一塊一塊 很厚地搭著 塵皮放得越久 功效越好 到底怎麼分不同年份的塵皮 3至8年 帶有少許果香味 或者新鮮的橙味 新鮮的檸檬味 1989年以上 去到十幾年 開始有少許微微的中藥香味 15年以上 去到25年開始有藥香味 30至40至50年 這些情況 它就很純化 純到什麼情況 是紋到很舒服的 如果超過50年 甚至60至70年 打厚的塵皮 香味、氣味是減弱很多的 浪是很難看到的 因為經過這麼多年的塵化 它又開始脫落 40年這個 浪還是很飽滿的 如果60年這個 基本上是很難看到浪 薄得像一層沙 起碼超過5至60年的塵皮 才有這個效果 超過10年的塵皮 我個人見解是 最好用鐵罐去儲存 我現在因為要顯示 所以用玻璃瓶 什麼鐵罐呢? 要用彈卷罐 總之要繳一隻 或者我們叫馬口罐 千萬不要放在廚房 在廚房洗碗 或者煲湯的情況之下 多餘的水分 有機會做到塵皮潮濕 如果想賣漂亮塵皮 就記住剛才專家說的貼士 再次回到廚房 再見啦 2 1 2 2 3 2 3 4 4 5 5 6 5 6 7 感谢观看